一前一后跨越双黄线在山路上加速超车 催促油门把北宜公路当成赛道 一向往左一向往右偏偏就在这处过完失败 前面这辆一头装上了山壁 当场翻了过去 翻过去的是这辆BNW直接四轮朝天 车头已经撞毁 轮胎甚至几乎要分离 事发在北宜公路53.9公里处 幸好六星驾驶并没有受伤 九侧值回零 但近期车祸不止这桩 同一天下午48.9公里处已有车祸发生 消防救难人员在护栏边紧急救援 因为受伤的骑士飞了出去 整个人摔下20公尺的山谷 紧急用吊关的方式把人救起来 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 幸好骑士一是清楚战无生命危险 警方初不了解是因为自撞护栏才会掉下去 两起车祸都发生在北宜公路 大大小小的弯道吸引不少跑山玩家来朝圣 却也不少事故发生 跑山玩家就说过弯时确实会特别小心 同期2021年就有905件 2022年774件 而今年光是上半年也有482件 这回BNW是否是车速过快 自撞翻车有待厘清 但跨线逆向罚单 警方可没忘记 TVBS 蔡明轩关系 是否想找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